这是陕西警方击毙超雄患者的真实影像 因为一条摩托车轮胎 他当街砍杀两人 就连刑警队长都惨死在他的镰刀之下 在他称霸的村子里 红白喜事不敢放跑 甚至连一声狗叫都没有 当这个恶霸被击毙后 亲生父母拍手叫好 并哭着向警方道谢 视频开始之前 先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什么是超雄 正常男性的染色体是XY 而超雄则是XYY 比正常人多了一条染色体 这就导致他们的性格十分暴躁极端 对别人没有一点同情心 一言不合就会动手 丝毫不考虑后果 甚至能面不改色地杀害父母 所以超雄也被称为天生的坏种 如果产检是医生发现 孕妇肚子里的孩子是超雄的话 就会建议父母将他打掉 可仍有不少超雄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本期视频的主角就是一名超雄 他名叫刘全武 家住陕西省沐平县南陵村 他在当地欺男霸女无恶不作 让当地老百姓贪之色变 为三十块钱的 结果那一户可让那都不三十块钱有了 我只得扯了一道子 否则就这 我这房子性的 我这后那时候打了一圈 一圈以后大多人都信任死了 就是要够 就是交换了 尿天气不能够的杀 你说那家的人 也要有个稀释 要到天气一口 你这牺牲朋友 你会架子跟别了 满横不讲理那种现行 大部分实案都屁住他 面对如此蛮横的刘全武 村民们敢怒不敢言 因为稍有不慎就会挨刀子 光是被刘全武捅伤的人 就多大失几 周边邻居整事提心吊胆 生怕被他盯上 刘家父母将儿子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 他们不是不想管 而是根本管不了 但凡说错一句话 就会遭来儿子的毒打 刘全武在村子里为非作歹 根本不怕法律的制裁 就连当地警方 都对这个愣头青感到头疼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无业游民 进了橘子不仅管吃管猪 还能和其他的犯人交流经验 所以进橘子 对刘全武来说 根本就不是改造 而是白吃白喝享受生活 而且他每次出狱之后 就会变得更加凶恶 更是通过蛮横手段 强行娶了一个媳妇 他不仅对外人心狠手辣 对自家人同样不手软 两岁的女儿 由于饥饿不停哭闹 刘全武就用锤子猛砸女儿的头 好在母亲发现机时 将孩子送到了医院 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从此之后 母女俩为了躲避刘全武 彻底笑声匿迹 这让刘全武更加肆无忌惮 在家吃饱喝足后 就骑着摩托车上街溜达 看到小媳妇就前去骚扰一下 仿佛自己就是村子里的土皇帝 天王老子也拿他没办法 这天下午 刘全武照常骑着摩托车闲逛 来到一处修理店时 摩托车突然爆胎了 殊不知这一爆 竟然闹出了两条人命 刘全武的罪恶人生 也彻底敲响了丧钟 这是陕西警方 击毙超羞患者的真实影响 因为一条摩托车轮胎 他当节砍杀两人 就连刑警队长 都惨死在他的镰刀之下 在他称霸的孙子里 红白喜事不敢放炮 甚至连一声狗叫都没有 当这个恶霸被击毙后 亲生父母拍手叫好 并哭着向警方道谢 2011年7月12日 恶霸刘全武推着摩托车 来到刘喜宁的摩托车修理站 他骂骂咧咧的说 自己的摩托车在店门口爆胎了 一定是刘喜宁故意扔钉子招揽生意 由于刘全武实在是太过凶恶 刘喜宁见状 也只好忍气吞声的免费帮他补胎 结果拔开车胎一看 发现轮胎的钢圈都磨出来了 于是就说钢丝扎破了轮胎 刘全武却指着轮胎 部分青红皂白的说 里面有渣子 刘喜宁小声的嘀咕了一句 钢丝戳烂的有啥渣子 没想到话刚说一半 刘全武就光光两巴掌 扇在了刘喜宁的脸上 刘晓文夫妻俩看到父亲被打之后 立刻冲了上去 刘喜宁见状大喊 别过来快报警 没想到刘全武从腰间抽出了一把刀 怒喝道 谁敢报警我就砍死谁 一边说一边砍向刘喜宁 刘喜宁听尽全力将儿子推了出去 让他别回头赶紧跑 然而刘全武像疯了一样 提着刀一路追杀 刘晓文逃到村子的卫生所 结果被刘全武堵在墙角 手中的利刃不有分说就刺了过去 直到刀卡在了肋骨上 把刀柄捅断之后 刘全武这才停手 刘晓文拖着受伤的身体 颤颤悠悠的来到父亲身边 却发现父亲已经快不行了 虽然刘喜宁被及时送到了卫生所 却还是因为伤势过重失去了生命 却留下了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当地警方接了报案后 刘凯军带着两名协警来到刘全武家 想要将他缉拿归案 然而刘全武手持镰刀和铁锹疯狂抵抗 双方混战的时候 一名协警的手腕被砍伤 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 警方只好退了出去 丧心病狂的刘全武 打砸一切能看到的东西 还将村干部的摩托车烧成了废田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 刘凯军只好向上级求助 等待武警赶来的期间 刑警队中队长徐宝民 带着四名民警赶到了事发现场 此时天色已晚 人们不知道刘全武是否还待在家里 于是徐宝民等人兵分两路 一路前往刘全武家 一路沿着村子进行搜索 恰在此时 一位村民跑了过来 声称自己刚刚看到了刘全武 他往村子西边跑了 徐宝民连忙追了过去 只见刘全武手持镰刀站在不远处 下一秒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这是陕西警方击毙超雄患者的真实影像 因为一条摩托轮胎 他当街砍杀两人 就连刑警队长都惨死在他的镰刀之下 在他称霸的村子里 红白喜事不敢放炮 甚至连一声狗叫都没有 当这个恶霸被击毙后 亲生父母拍手叫好 并哭着向警方道谢 上节我们说到 刘全武导致村民一死一伤后 手持镰刀游荡在村子里 刑警队长徐宝民在村西头堵住了他 本着警察的职责和良知 徐宝民并没有掏枪射击 而是劝说刘全武放下凶器 回到警察局接受调查 然而谁都没有料到 刘全武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徐宝民话音未落 他就举着镰刀冲了过来 由于当时距离较近 加上天色黑暗 徐宝民根本来不及反应 在刘全武的砍杀下 这位从警二十多年 破获无数大案的中队长 最终倒在了血破里 再也没能站起来 刘全武杀害徐宝民之后 竟然不慌不忙地回了家 然后打开电视看起了节目 仿佛刚才的一切都不是他干的 与此同时 武警支队终于赶到了现场 刘全武听到动静后 爬到房顶与众人对峙 只见他赤裸上身目光凶狠 不停地往下面生砖头 还叫嚣着 上来一个我砸死一个 过来一个我砍死一个 人们实在想不明白 为什么刘全武因为一条车胎 就砍死砍上两人 还和警方搏斗 砍上邪警 并且烧毁摩托车 到最后残忍杀害刑警队长 面对重重包围 刘全武不仅没有一丝胆怯 反而疯狂叫嚣 难不成他有精神病吗 当地村民表示 刘全武虽然管言少语 性格孤僻 但他说一不二蛮横霸道 怎么看都不像是精神病 为了将刘全武活着 武警队长制定了一系列抓捕方案 可当地环境复杂 榜顶之间高低错落 还有许多矮墙总格 加上漆黑的夜晚身手不见无耻 刘全武还在不停地移动了位置 给抓捕行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于是警方找来刘全武的父母 想通过亲人劝说的方式 让刘全武乖乖投降 没想到父母连连摇头 说什么都不肯接近刘全武 害怕他一个不开心就要了自己的命 武警队长只能够更改计划 一边让人在名处吸引刘全武 另一边派出武警战士 一点一点朝着刘全武靠近 此时却发生了让人冷汗直流的一幕 只见刘全武站在楼梯口 下面就是村民的家 如果他狗鸡跳墙 潜入村民家中劫持人质的话 那么情况将变得更加复杂 警方征得刘家父母和村干部的同意后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武警队长鸣枪示警 可刘全武依旧负于顽抗 他打开楼梯间的灯 随时准备冲下去 不能再犹豫了 武警队长立刻下达射击命令 埋伏在周围的三名狙击手同时开枪 将刘全武当场击毙 想想过后 村民们纷纷拍手叫好 刘家父母更是喜极而泣 感谢警方为民除害 那么大家对此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